他有一點不滿意 因為好像沒有跟他討論 這東西他有respect 只是他可能沒有特別看討 這很正常 我們永遠的父子難題就是這樣子 選秀節目我自己最喜歡看到的就是怪咖的出現 然後這一季我覺得怪咖其實有算到三分之一三分之二吧 基本上那群人都蠻怪的 對 覺得這個節目跟一般的唱歌選秀節目 他有很大的不同的地方是因為 我們必須憑他的創作 然後還有他的歌詞 他的曲 他的編曲 然後還有這個人嘻不嘻哈 他跟一般唱歌節目是不一樣 一般唱歌節目就是 你上台唱一下人家寫過的歌 然後去評你的唱功 但這個就是你整個人都要被檢視 這個節目其實有很多不一樣的嘻哈曲是在裡面 我覺得都很不一樣 其實有時候還蠻難去評 因為真的風格都差還蠻多的 但是我覺得就反正屌就是屌不一樣 他們就會有一個舞台的魅力會吸引到你 有那個feel 我覺得節目真的很厲害 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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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好多喔 真的有好多喔 一定要講 對 美麗 謝謝 講一個 嗯 Rex God Won Mon Jin 嗯 小咖啡 嗯 我覺得好像一直可以唸下去 你不要唸那個底子的名字 這好難說喔 我覺得 這個要等到節目 對阿 就是要後面一點吧 現在好像講favorites有點 不太 嗯 是不是 對阿 大家仔細鎖定節目就可以知道了 對 我覺得就是要看 然後我覺得其實就是 你看到他們其實每一集 我覺得都是不一樣的觀 對 所以其實也不知道就是大家他們 呃 當天就是錄影的時候他們來唱的時候會 表演的那個就是 他的表演的程度會到怎麼樣 對 所以其實在這個時間我覺得 真的還蠻難說的 嗯 所以一直要看 對 沒有我就是先爆了再說 對 先斬後奏 先斬後奏我怕他就是不想要我來嘛 可是我覺得這事情 是寫入歷史的有沒有 就是 他那個標題先 參與時代改變時代嘛 我就覺得 聽起來好像我講話都很官方 可是我真的是這樣想 沒有如果你早點講的話 他說不定就投資這個節目 難說 真的難說 是不是 是 但是就如果他入資的話 節目可能就沒那個HIPHOP 對 老實說 這本來就是這樣子 那不同 就是不一樣的FEEL 不一樣的FEEL 對 對阿我就是自己來參加 然後就是想來玩一下 我覺得這個東西很酷 耶 因為我看得出他壓力很大 就是 有一個爸爸的陰影這樣 蛤 所以老師有感受到他的壓力 有有有有 我有感受到 對 我會用 心去感受 每個選手 就是 我感覺到他的感覺 對 謝謝老師 他好像 就是 你說知道什麼部分 我的賽果呢 還是我去參加 他有一點 呃 不滿意 因為好像沒有跟他討論 這個東西他還是尊敬 只是他可能沒有特別看好 這很正常 我們永遠的父子難題 就是這樣子 對